在这广袤的世界上 存在着许多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 今天 我们将一同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 让我们首先将目光投向南加巴瓦峰 他挽入一座巍峨的巨人 耸立在天地之间 接着是世界之巅 珠穆朗玛峰 他高耸入云 挑战着人类的极限 道成三神山 三座神圣的山峰 守护着这片神秘的土地 喜马拉雅山脉 如同一条巨龙 蜿蜒在大地之上 气势磅礴 最后 不能错过的还有玉龙雪山 它那洁白的雪峰 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让我们一起 踏上这一趟震撼心灵的旅程 感受大自然的魅力与力量 南加巴瓦峰 南加巴瓦峰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 宁清唐古腊山脉和 横断山脉的交汇处 是中国西藏临之地区 最高的山之一 海拔7782米 是喜马拉雅山的东端 它是西藏最古老的佛教 雍众本教的圣地 由西藏众山之父之称 同时 紧邻着的雅鲁藏部大峡谷 绕着它转了一个马蹄形的弯 随后通向印度洋方向延伸出去 南加巴瓦峰 它还有另一个名字 木浊巴尔山 其巨大的三角形风体 中年积雪 云雾缭绕 从不轻易露出真面目 所以 它也被称为修女峰 南加巴瓦峰 充满了神奇的传说 因为其主峰高耸入云 当地相传 天上的众神 时常降临其上聚会和威丧 那高空峰造成的奇云 就是神门燃起的丧烟 据说山顶上还有神功和通天之路 因此 居住在峡谷地区的人们 对这座陡峭险峻的山峰 都有着无比的推崇和敬畏 和这惊心动魄的传说相同 严谨的科学家们 向我们展示的南峰地区 地质构造成因和变化及其 在地学上的重要地位 也丝毫不逊于惊心动魄 这几个字 南加巴瓦峰地处 多重地质构造的叠合部位 关于南加巴瓦 另外还有一个广为外界所知的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 上天派南加巴瓦和拉加白磊 镇守东南 弟弟加拉白磊 勤奋好学武功高强 个子也是越长越高 哥哥南加巴瓦十分嫉妒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 将弟弟杀害 将他的头颅丢了米林境内 化成了德拉山 上天为惩罚南加巴瓦的罪过 于是罚他永远助手 雅鲁藏布江边 永远陪伴着被他杀害的弟弟 这个神话故事 很生动地向我们解释了 这两座山的特点 我们看到的加拉白磊峰顶 永远都是圆圆的形状 那是因为 它是一座无头山 南加巴瓦则大概自知罪孽深重 所以常年云遮物照 不让外人一窥 朱姆朗玛峰 朱姆朗玛峰 耸立于喜马拉雅山脉 以其卓越的巴星巴尔四十八点八六米之高 北市人境位为地球之巅 它横跟在中国与尼泊尔的边界线上 北路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 日喀则是定日线 而南路则延伸至尼泊尔境内 朱姆朗玛峰 不仅是中国与世界的最高点 也是横跨西藏四线的 朱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 与尼泊尔国家公园的核心 这座世界屋脊 全年被白雪矮矮所覆盖 其宏伟的山体 如同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立于云端之上 冰川纵横交错其中 最长延展达二十六公里之遥 其脚下更藏有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 荣不寺 静默于神圣雪山的宁密之中 在学域高原 朱姆朗玛峰 被藏民深情地称为 Joanmo Glenmarum 翻译成汉语 便是大地之母 在这里 Joanmo以为女神 Glanmarum 用以形容高大的母像 象征着力量与慈悲 传说中 这座山峰为长寿五天女 The Ring Trail GA的住所 神圣而庄严 在现代教材中 我们常看到 珠穆朗玛峰以 Mount Komalema 或Komalema Mount呈现 然而 在西方 这座山峰更通称作 Mount Everest 以纪念负责册 回喜马拉雅山的 英国测量局局长 乔治 俄菲尔氏 George Everest 另一方面 尼泊尔语中称其为 萨加玛塔 萨加玛萨 以为天空之女神 这一名称 是尼泊尔政府 于20世纪60年代定下 而在此之前 尼泊尔并未给这 山冠以名号 此举避开了阴影 或许也是基于 某种政治谨慎 珠穆朗玛的呼名 历史悠久 以258年的文献 莲花一教理 以拉契提及之 而在米拉日八道歌集中 嘎举派僧人 桑记兼赞 则称其为顶多学 1717年 清朝测量人员 将其吐露为 珠穆朗玛阿林 其中阿林为满语 一指山 直至1952年 中国政府正式冠以 珠穆朗玛峰之名 并由内务部 合出版总署发文 指证俄菲尔时峰 应改为珠穆朗玛峰 2002年 人民日报 更刊文指出 西方使用的 Mont Everest名不正 应恢复其藏语名称 文章强调 早在西方定名280年前 中国地图已经记录了 珠穆朗玛这一称呼 至于台湾 这座世界之巅 一直以圣母风相称 道成三神山 道成三神山 被誉为藏区的东方阿尔卑斯 主要由仙乃日 央麦涌 夏诺多吉三座壮丽的雪峰构成 这三座雪山周围千里皆风光 总占得超过1000平方公里 它们处理着互不连通 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品字形态 北方的仙乃日风 挺拔于雪线之上 海拔高度为6032米 而南面的央麦涌 以及东侧的夏诺多吉 则同为5958米的高峻深姿 这些山峰宛如大自然纯净的雕塑 每一座都有着独特的山形 皎洁无瑕 仿佛天宫开悟般完美 而它们妖际环绕的是浩瀚的林海 见或有飞浦如银龙穿梭 涓涓溪水 由此奔涌而过 山步之下 宽阔的古地中 许流缠缠 湖泊如镜 清澈见底 映照着天地之间的宁静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都被神山祝福 雪峰 冰川 森林 小溪 飞浦 花殿 湖泊 这些元素和谐交织 共同绘制出了一片净土的宁静与静密 现代日 姿态雄伟 是三户竹雪山群的北风 与亚丁景区三大威鹅之馆 是四川第五大山峰 海拔高达6032米 它的崇高 不仅仅在于身形的挺拔 更在于它的名字 寓意着慈悲与身形 观世音菩萨 环绕着仙乃日的 是一片神秘的冰石风林地貌 交错着古老的冰川遗迹 及那些如宝石般点缀期间的高山湖泊 其主风如同指针般偏北石度 仿佛是向着北斗星致敬 而佛教与道教皆认为北斗星映照吉祥之兆 仙乃日的地质构造 呈现出独特的环形冰斗下邪星式 无论从东西两侧观望 山峰都神气地面朝着我们 这正是大自然的奇妙造化 此外 仙乃日的邪轴线 伸展达12公里 围绕核心的是色彩斑斓的岩石 紫红色板岩与灰色沙板岩 并辉映着灰石以及铁白云岩 从大地纹理中 我们似乎能辨识出它的稳健坐姿 在这座慈碑的大佛四周 还有各式山峰半世左右 其中包括象征着智慧的金刚骇母 坚定如金子塔般的白度母 以及金帆飘扬的绿度母 侧面的冰石角峰 则是众将相母与妙音仙女的化身 他们仿佛在弹奏着 洁白冰川上的天籁之音 旋律穿透山谷 传至仙乃日背后深邃的地狱谷 让谷中的罪人听闻天音 从而减轻其苦楚 感受到悔悟的力量 终有朝一日脱离苦海 影响光明 央脉勇 以其林立而纯洁的姿态 被赋予了文殊菩萨 这一崇高的名称 它是三湖主雪山中的南风 以5958米的海拔威夷而立 是佛教中三大神山的领袖 文殊菩萨在佛教中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智慧 因此 央脉勇也象征着智慧之风 为暗如文殊师利的致见 只向苍穹 述说着无言的真理 央脉勇的美 是那种超凡脱俗 高洁圣洁的美 能令人心生憧憬 1928年 当洛克先生在其行旅中 遥遥相望这座神风时 他的内心被深深震撼 央脉勇那圣洁 高贵的气质 让他在日记中 记录下了这样的评价 他 央脉勇 是我见到世界上最美的山峰 在央脉勇庄严的山影下 若转身远眺 可以见到由繁茂的森林 芬芳的草地 与蜿蜒溪流构成的连绵谷地 这片被风丸环抱的 风饶沃野 宁静而和谐 就像是人们心中 向往的香格里拉 是天地间一片净土 令无数旅人 在这广袤壮观的自然之中 感受到了大自然深沉的召唤 久久不能忘怀 夏诺多吉 藏意为金刚手菩萨 它是庄严的三户主 雪山东风 海拔威严地达到了5958米 在佛位排名中占据第三个位置 夏诺多吉以一种非凡的气势 屹立于世界之巅 其形象在佛教中 常被视作驱除邪恶 保护善良的神圣力量 有着勇猛刚烈的特征 和生动的身材 夏诺多吉山 不仅山姿鹰拔 更是自然与神话的完美融合 洛赫先生在他的探险记载中 将这座山峰描述为能量 蓄势待发的巨大颠覆 把它语为西方神话中的雷神象征 充满了力量和动感 山峰周围色彩斑斓 像是一片神秘的世界 其中绿色的大理石山头 代表布鲁财神 而雄伟的马头金刚 守护在其右下方 下方的丹霞地貌风铃 犹如八百罗汉 在朝拜神风 夏诺多吉山脚下的洛荣牛场 不仅是壮丽风景的代表 也是洛赫先生留下足迹的见证地 这片曾经的宿营地 现今依旧保留着那时的宁静与美丽 与周围的自然神韵相得一张 这里的景致 无疑是旅者寻找心灵净土 与自然奥妙的绝佳之地 喜马拉雅山脉 喜马拉雅山 以为雪的故乡 是一道壮丽而神圣的自然器官 位于亚洲的顶端 青藏高原南边远 它是地球上最为雄伟的山脉之一 其蜿蜒起伏的山巒 镌刻了陆地上的最高点 拥有超过110座山峰 突破了7350米的高空壁垒 喜马拉雅山 不仅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界线 更是东亚与南亚之间 壮美的天然界山 这些连绵的山巅 同样形成了中国与印度 尼泊尔 布丹 巴基斯坦等国家之间的自然国界 喜马拉雅山的主峰 珠穆朗玛峰 以其海拔高度8844.43米 被誉为世界之巅 该峰不仅是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 也是世界上众所周知的最高山峰 其中珠穆朗玛在藏语众意为第三女神 象征着其超然的地位与神圣的形象 据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珠穆朗玛峰似乎每年还在微妙地增长 平均每年增高约一厘米 这不仅是大自然界持续动态变化的证明 也映射出我们地球生态系统的持续活力和变迁 珠穆朗玛峰的极致之美和迷人的神秘 吸引了无数登山者和探险者 其象征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高度 更是人类挑战自我的极限和勇气的象征 珠穆口岸 作为连接中国和尼泊尔的重要陆地通道之一 位置极具战略意义 它位于中尼边境的中段南路沟谷坡地上 海拔2300米 珠穆不仅是通往尼泊尔的交通枢纽和商贸口岸 也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小镇 现代化建筑和传统木结构房屋在这里和谐共存 点缀于蜿蜒公路两侧 展示了一种独特的一山而居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亚热带气候带来了潮湿和宜人的天气 让这个小镇成为商贩与旅客的热闹集聚地 尤其是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商品 给这里带来了异国的情调 杨卓雍湖于那木措 马旁雍措齐名 被称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 它的位置在浪卡子县和贡嘎县境内 游客穿越海拔4998米的港巴拉山口后 便能见到杨卓雍湖那如碧玉般清澈的湖面 湖面的海拔超过4000米 面积约630平方公里 湖泊周围是高原、雪山、岛屿、牧场、温泉及野生动植物 栖息地汇集成的天然景区 亦有佛教寺庙点缀起间 给人以神圣而宁静的感受 伯卡拉 尼泊尔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 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伯卡拉谷地内 北边就是壮丽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山卵 市区北部的沙拉阔地处海拔1500米高的小山丘上 是欣赏喜马拉雅山脉 特别是鱼尾峰与安纳普纳峰等壮丽的雪峰的绝佳地点 游客在这里的观景台 可欣赏到日出日落时雪峰的壮美变化 和平塔山则是伯卡拉的一个标志景点 山顶的白塔不仅是佛教的象征 也成为了伯卡拉式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登上这座山 游客可以远眺伯卡拉市区与费瓦湖的全景 同时还能观赏到雪山的日出日落 虽然需耗费一番力气盘登 但所得到的景观绝对值得 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坐落于中国云南省丽江市 是壮丽天然景观的化身 以磅礴的气势和令人敬畏的自然之美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这座巍峨的山脉由13座雪峰构成 排列如蒲扇 从北至南纵向延伸近50公里 主峰扇子都以5596米的高度挺立 是一年四季哀哀白雪的神秘居所 玉龙雪山也特别因为 拥有亚欧大陆靠近赤道 最近的温带海洋性冰川而知名 在纳西族民众的心中 玉龙雪山不只是自然的杰作 更是至高无上的神山 它的精神象征意义与自然器官并重 开发出来的旅游景区 包括冰川公园 干海子 蓝月谷 云山坪和牦牛坪等 每一个地点都为游客提供了 独特的自然体验和雄伟的高山风光 玉龙雪山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多样化的地貌特色 构成了迷人的高山雪域 晶莹剔透的水域 茂密幽静的森林和开阔的草垫 这四大类观赏价值极高的景观 是自然之美的完美展现 每年 它都会吸引无数热爱 大自然的游客牧民前来 不仅为了一睹它的风采 更是为了在这片纯净的自然中 寻找心灵的宁静与释放 扇子抖风 这座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北方 约15公里处的山峰 海拔高度达到5596米 被誉为世界上北半球纬度最低 且海拔最高的山峰 扇子抖风优美的线条 和壮观的雪景 使其成为攀登爱好者 和摄影师的天堂 甘海子 原为高山冰式湖泊 随着时间的流逝 湖泊干涸 转变为一个三面环山的高原草点 在甘海子 游客不仅能够纵览玉龙雪山的全貌 其大草店的茂密牧草和灌木林 也为观光提供了独特的自然体验 此外 这里也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球场之一 为高尔夫爱好者提供了极为特别的打球环境 印象力将 这一元生态的诗经演出 由张艺谋等导演指导 带给观众一种沉浸在自然之中的文化体验 剧场的特色在于其天然的背景 玉龙雪山的雄风 以及由当地农民构成的演员队伍 他们共同在甘海子的自然舞台上 演绎纳西族和周边民族的故事 云山平 以殉情第三国而闻名 坐落在玉龙雪山主风扇子斗的半山腰 这一高山草店深受游客的喜爱 根据纳西族神话传说 这里是年轻男女殉情的地方 因而被认为是一块圣洁的土地 冰川公园 玉龙雪山的冰川 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 对气候的变化极为敏感 这里的冰川公园 特别是白水一号冰川 为游客提供了亲近冰川世界的机会 末端的冰塔林 在阳光折射下呈现蓝绿色 为游客带去了视觉的震撼 蓝月谷 昔日的白水河景区 位于玉龙雪山的东部 因在晴天时水体呈现出蓝色 及河谷呈月牙形而得名 蓝月谷的纯净与平静 给人一种置身于童话世界的感觉 牦牛平 景区位于玉龙雪山北端 是玉龙雪山景区重要的部分之一 拥有16.6平方公里的草垫牧场 藏族和遗族村落点缀其中 这里的村民仍保持着传统的牧业方式 展现着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习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个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次再见